大家好 今天呢 菜对了摘了很多西红柿 也吃不完 所以呢 把它做成西红柿酱保存起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做西红柿酱 它的这个几个窍门 看西红柿又大 又好 吃不完可惜了 把它保存起来冬天吃 今天讲这个办法呢 这是前年做的西红柿酱 就是保存两年 绝对没有问题 颜色也是非常非常好 一点都不变色 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下 首先呢西红柿 洗干净 洗好之后呢 首先把它切碎 这就是第一个窍门了 就是你要切的这个块比较小 一般不超过 两厘米之大 如果块太大了呢 它不容易完全煮熟煮透 灭菌 而且你这个蒸煮时间需要的比较长 所以块要小一些 我曾经试过把整个西红柿 或者是半个西红柿 或者再小一些四分之一的西红柿 都试过 最后呢还是块小了的 保存的时间最长 而且呢 到时候吃起来的时候最好吃 味道最好 而且最省事到时候 好 现在都切碎了 咱们进行下一个工序 这个时候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呢 你是把这个西红柿 先放到锅里煮 煮好了 再装到瓶子里蒸 这样 比较省时间 而且 杀菌杀的也比较透 你也可以直接装到瓶子里 然后呢 把这个瓶子盖 和瓶子一块 但是不要拧紧 放到这个蒸锅里蒸 但这个时候需要蒸的时间很长 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 呃 西红柿蒸透 蒸到它里边咕嘟咕嘟咕嘟 冒泡 而且要非常熟才行 所以为了省时间呢 咱们还是采取这个第一个办法 就是先煮后蒸 再放锅里煮上来 好 这儿需要多说也就是 千万不要放任何调料和盐等等 我曾经都试过 想着这个如果放好盐呢 它是咸的 岂不是保存的时间更长 更不容易坏吗 但是放了盐之后 到时候是真难吃 呃 那些就直接浪费倒掉了 放调料 呃 你比方说你放香菜啊 葱姜等等 也不好啊 也不要放水 就是直接把这个西红柿这样烧 用来保存西红柿的瓶子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般在Walmart Target Amazon上 还有时候在Costco 都能买到 Target实际上是最便宜 我建议大家不要去Amazon买 它就是这样子的瓶子 它的瓶盖设计的比较好 是分开的 嗯 就是中年这个芯 用过这一次之后 明年 还可以 就是 直买这个芯 换掉 还可以重复使用 瓶子还可以保存下来重复使用 而且这个封的非常严 看这西红柿 就是 一会儿就开锅了 在煮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把这个瓶子 洗好了之后呢 就是放在 锅里 里边有水啊 蒸好十分钟 灭去 好 这瓶子也蒸了十分钟了 同时 西红柿也就烧好了 所以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 就是你同时两个火 一边烧西红柿 一边把瓶子就是 杀菌了 好 现在呢 咱们要装瓶 拿个盆 把瓶子放里边垫着这样 免得烫着手 先把西红柿烧了有一个好处 就是每个瓶子可以多装不少 否则的话呢 你要是伸着直接装上去 它一煮烧开的时候它会塌陷 这样流出来的空气就比较多 瓶口用一张纸巾擦干净擦一擦 把这个瓶盖拧上 但是呢不要拧紧 还要让它漏气 这样就行 拧好盖之后 把瓶子再放回这个蒸锅里去 开火 再蒸上它五分钟 这样呢就是把刚才装瓶 可能带入的细菌啊等等 保证全都杀死 好 蒸好了 时间到 好 这个时候呢 要把瓶子拿出来 这个瓶子是现在松的盖 把它拧紧就行了 过一会儿凉了之后呢 这个盖就会被它吸进去 就会缩进去 这个就是你知道它拧紧没拧紧 到时候这个罐装的东西好坏的一个标志 如果它一直是缩在里边 就说明里边没有发酵产生气体 所以咱们一会儿就看到它就会缩进去了 现在我一定拧紧了 而且呢 看这你要留一定的这个 空气在里边 就这样的话 它这样冷缩 它才不会把这个 它有这个空气在那造为这个缓冲 对吧 不会把瓶子弄坏 这边还剩一些 但是不够装一瓶怎么办 像我这只有小半瓶 所以我一般还在加点水 打个鸡蛋 加点盐 就是很好吃的这个 西红柿鸡蛋汤了 所以说不用全装完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拜